当匕首刺向洛青的那一刻 植物人的慕南辰也睁开了人 时间来到了三个月后 洛青被时空传送到街上 那是男女主出见的第一幕剧情 主线剧情开始 你知道土味漫画中的霸道总裁 是什么样子吗 男主设定一 自视清高 男主慕南辰这刚出院没多久 就要去参加送市的签约会 结果在路上撞到洛青 他首先看见一双被擦得正亮的皮鞋 紧接着走下来 一个身着西装革领 文质彬彬的男人 身上穿得很干净 但是口中的话却让人干呕 撞到人没有道歉 反而特别自信地说 洛青是故意接近他才撞车 这时候 土味霸总掏出一打毛爷爷 想要用钱砸人 男主设定二 必发生意外 还没等洛青反应 就开始平地摔 慕南辰顺其自然把人搂在怀里 双目对视 男主设定三 发现女主独特性 本该遇到女人 就过敏了慕南辰 此刻和洛青接触 却没有发生异常 洛青成功引起他的注意 但签约在即 他没有时间耽搁 开着车扬长而去 洛青成功开启主线 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 看到身上朴素的衣服 表示十分嫌弃 准备捡钱拿去买衣服 慕南辰 你以为有钱就了不起啊 我要把你的臭钱还给你 换来一句真诚的道歉 干嘛要把钱还给他 我还想买衣服呢 却没想到受到漫画限制 强制被传送到宋氏签约地点 男主设定三 与家族联姻 慕夫人为了保住宋氏 主动提出 让儿子与宋若云定下婚事 而看着女儿害羞的脸 宋总也欣然答应 在谈话时提起此事 慕南辰看着自己婚事 被他人做主 产生逆反心理 在众人面前撒谎 而被剧情控制的洛青 正好也来到此地 慕南辰要求他 假扮自己女朋友 没想到宋若云当即指出 洛青就是当初事件的罪魁祸首 不 我没有伤害慕尚 求求你们相信我 救命啊 能不能说点有用的台词 是宋若云故意发短信引诱 下药陷害 这全都是宋若云的阴谋 这次很难吗 宋若云拿出在酒店的视频 来给慕南辰看 洛青表示自己是被人引诱到这里 刚想拿出手机里的证据 给众人看 却发现刚来到大厅的时候 宋若云就已经安排好人 把手机偷走了 洛青百口莫辩 而此时剧里的反派 冷夜寒也来凑任 在剧情重置后 他是否记得洛青 并拯救他们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 下集节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